最近天气忽冷忽热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 瑞邦区最近就有发生急起因为心肌梗塞意外的民众 瑞邦区长也呼吁早晚温差大要注意保暖工作 同时公所也会进行独居老人居家访试 让长者能够健康度过寒冬 二二八连续假期刚好遇到寒流来袭 东北角地区更因为吹东北季风更加湿冷 低温下探10度左右 瑞邦区公所也已经启动防寒通报机制 要求里长及志工协助关怀独居老人 公所也呼吁民众加强保暖还有注意热水器的使用 我们有提供这个请我们的社区的志工去关怀 打电话去关怀独居老人 那另外我们也有提供这个送餐的服务 那我们在这边要呼吁说瑞邦地区这些独居的老人 平常如果有慢性疾病一定要按时的服药 那同时也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暖 瑞邦地区长者居多尤其是独居老人 在没有家人的照料下更容易发生意外 因此区公所会请里长和志工不定时的居家探访 如果有需要任何预含物资 公所的食物银行也会适时的供应 义工们然后就是打电话然后关怀然后到家里面去拜访 然后有的还会有的慈善团体有送棉被 然后我们也有送给他们那些独居老人 这样子还有因应公所我们有公布栏 还有那个电子看板 那个家里的那个门窗要通风 不要有密闭这样以免就对空气不好 然后里长会亲自到那个独居长者家 会去问安然后会去关怀一下 据上陈吉正表示寒流期间由于室内外温差大 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容易导致中风 建议天气冷时尽量少出门 就算要外出也要多穿保暖衣物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